因為這也是有他的脈絡性的 如果沒有把他講出來 就等於 你直接跟外面的人說 台灣現在主權未定 主權還在天皇的手上 大家人命火起 那是什麼火 你在說什麼火 他就把你拒絕了 下一頁 又當機了嗎 OK 你注意看 台灣最黃金的時期 就是 日本治理的這50年 最黃金的時期 以明治維新把整個國力提升 所以導致整個日本帝國 現代化 軍事化 現代化 科學化 所有的東西 在 治理台灣的時候 帶來台灣 但是呢 最強的時期就是 大政跟昭和時期 因為最強 所以你才有辦法打仗 你才有辦法參戰 所以這兩次世界大戰 也剛好在這兩個時期 這兩個時期 那台灣人有參戰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啦 我們的阿公阿嬤就參戰 我的阿公就參戰 他就去做日本兵了 做日本兵了 我們看一下 祖國的證明文件 這一個護照 你注意看 它是大清國的護照 那個時候 台灣跟大清 跟福建 就是兩個國家 所以他要來 是要護照的 不是國民黨跟我們說什麼 唐山過台灣 沒有半點錢 沒有啦 沒有半點錢 你怎麼過台灣 游泳嗎 不可能 你來 通常來台灣的都是做 台勞 反正都是做清勞 我們說清勞 他們來這裡是在做勞工的 他們來的時候拿護照 這是我們陳無事 是我們台灣人 結果那邊 他回來用華人的 他這裡是什麼 返鄉祭祖 這個比較小 你們看不到 返鄉祭祖 他拿這個護照 你注意看 日本國台灣安平 這裡有什麼 日本國安平 以前的護照 怎麼有送品 沒有 有怎麼有送品 看你們的國家的國力到什麼程度 1888年 第一張 才是送的送品出來 1839年 第一台那個相機 可以拿出來 那個時候 你現在想到 1839年 1888年之後 如果那張彩色照片 他說我17多少年 那就騙人 因為那時候沒有做相機 1839年之後 1888年之後 有彩色的照片 那就是 比較有根據 你注意看 台青 他沒有那個照片 這張護照 他沒有照片 所以 他要怎麼看 我才知道你是什麼人 你寫的什麼人 他就有著名 你注意看 他住在 帆腳頭 身材 中 面色 白 這是意象 什麼面相 完全 直顯 無 我還有看過 面相 紫 紫色 那是西方目的 還是說 可能胎記 有的人民 胎記 很多 比較大片 所以 他就有這種 這種 住民 所以 海關人員就看 身材中 我也不知道 他的中 到底是中 我現在來說 我算大塊的 好 你注意看 剛才那是大千國 大千 拜了 中華民國 他也有護照 前往日本國 這東西都正面說 台灣跟 中國就是都不一樣 國家 前往 日本國 台灣 台北洲 七星郡 這有相片的 你會知道 國力差在哪裡 這有相片的 這是日本帝國的 海外旅券 你知道說 國力差在哪裡 因為我們有現代化 所以我們有相片 那在大千那裡買的 剛才打完 中華民國 繼承了 大清 也都開始在整頓而已 這樣還沒說 完全西化 所以 人有相片 你看 所以就一個國家 最準 比較高 你就知道 我們過去 我們阿公阿嬤的時代 我待會兒 給大家看的資料 你哪裡還會 越陷入 為什麼 我們過去 我們阿公阿嬤 換了一個黃金時代 我們現在也是黃金時代 我們現在黃金時代 是一種 地上的黃金時代 來 你要注意看 二次大戰期間 在昭和年間 二次大戰期間 的 歪 歪 晚期 天皇下了這個招數 這個招數是 所有 所有 對於台灣地位主權 分歧點的 從這裡開始 很多 台獨的 我以前沒聽過什麼 國際論述 現在民進軍開始在說 我們開始也在學一些 國際論述 但是都要變成自覺 聯合國人權 人權宣言裡面 說要人民自覺 什麼要獨立 要建國 都是在學的 但是它就是浪過這個東西 它是跳過我們 他剛剛在說的 君主自憲制的那個 那個東西 它跳過 用天皇下了招數的 這個法律意義 跳過之後 當然它就會走自覺路線 甚至還拿古巴的雷 拿菲律賓 拿關島的雷來 但是那雷來都不通 因為古巴並沒有一個西班牙 皇帝西班牙天皇 改下招數 改實施憲法 過去家在台前 然後 獨立這些國家 都沒有像台灣有這種例子 雖然台灣是很特別的 你注意看這天皇招數 朝鮮跟台灣 這樣就可以證明 剛剛那個綠色 朝鮮跟台灣顏色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天皇招數 他准台灣住民參政 藉著憲法實施 先有招數 你要台灣 這裡 台灣住民為帝國議會議員 你要怎麼實施 就是用過去天皇下招數 產生的那個 帝國憲法 來實施 這就是帝國憲法 才有什麼帝國議會的規則 這個選舉法 這個法 就是這個 基本 我們說帝國憲法 這叫做法治的國家 這叫做法治的國家 那國際間的證明 不是說你自己下個招數 然後 有憲法 這樣就OK了 國際間還有證明 這個時候呢 華盛頓的這個 軍備限制的這個 條約裡面 那個時候 這幾個國家有出來開火 出來敲就對了 這叫做遊戲規則 欸 你做的戰艦 你不能敲過幾噸喔 我不能敲過幾噸 我們說得好 不然未來我們打起來 會兩敗聚傷 那時候像你 拳擊賽 你有分重量級 重量級 輕量級 雨量級 銀量級 銀量級 你就可以分 你如果一個銀量級的 去加重量級的時候 打什麼人贏 當然重量級的 那一輪銀量級就不會出去了 這就是在限制 我們現在國際 發生戰爭不用不了 但是呢 我們的軍備要做一些限制 就像現在 現在世界各國都要去限制核武 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你注意看 大日本帝國 航母 8萬2千噸 那時候我們就做航母 我們的國家做航空母艦 現在把我們灌的 這個地理統局 中華民國 流氓政權 他連一台艦車都做不出來 你知道那 技術差多遠 華盛頓軍備限制會議 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特別什麼 這裡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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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日本 它所擁有的土地 這裡 符合摩沙 跟這個 Pescat 這就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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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處生人 你可以在太平洋 所領的一些領土 屬於你的 所以 那個時候 就有這個部分 這是國際間的一些條約的承認 我們再來看這個 我們再來看這個 因為那個 天宏的教書 的關係 地屬告我們 台灣的領土 變成 incorporated territory 就是說 變成 合併的領土 這 corporated 就是發言 組織的意思 這個印 跟家業 就是家業 這個組織 territory 就是領土 所以 這就是合併的意思 在 天宏的教書 的那一刻 開始 我們台灣的這個領土 土地 就變成 日本的領土 不是市民地 不是 croni 不是croni 所以呢 我們變成 已經合併的領土 過去 在你 台灣 就是 這個 我們有去辦 新婚禁嗎 你們是辦這個 你就是有新婚禁 你才知道 原來我的阿公 我的大人 我的爸爸媽媽 他以前是 什麼時候出事 他以前還有什麼人 有什麼關係 他以前還有 還有 目膽 這是禪 禪就是目膽 這個火柱 就是那個火柱 這有一個天 有沒有 這有一個種豆 種那個天花 天花 所以 火柱柱柱 連你的健康狀態 都有 都有什麼 連你也有吃鴉片 也有什麼 這也有青 你看種族青 什麼青 台青來的就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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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漢 有沒有 台青來的不一定是青 你是漢人 你是漢人 這是漢 這裡有色 有沒有 食什麼 食蕃 熟蕃 熟蕃 什麼叫熟蕃 整個台灣的西半部 平地的原住民都是熟蕃 你我都是熟蕃 那為什麼叫熟蕃 因為語言會通 熟蕃就是你還保有自己的母語 但是你會講客語或閩南語 這種叫做熟蕃 如果你不會 或只會一點點很 那你叫做什麼 熟蕃 熟蕃 熟蕃不是說 那個人很講 不講理 當然那是後來的 延伸的使用方式 熟的意思叫做 熟蕃 熟蕃 就是說你比較不會說 比較不通 當然把這個引用成說 你說說不通 熟蕃 有點好像在罵人 其實不是這樣 你如果跟你的朋友 如果說怎麼會通 你才會說熟蕃 不會 對不對 不會 如果說不通 你才會說熟蕃 這樣就 你就不會這樣子使用 當然 過去這個語言上面 有一些歧視的味道 但是 我們不把它 拿來現在做使用 現在來了 問題來了 你是熟蕃 你過去 你的祖先 如果是熟蕃 如果是漢人 如果是熟蕃都好啊 我們現在去說的 本土台灣人就是用這個 火花明天做 基準點嘛 那你這些人的後代 就是本土台灣人嘛 用這個當基準點 我們怎麼有分種族 所以你如果是青 你也是大清帝國 和你也是中國人 我們怎麼在分 你是什麼 哪一個國家 沒有啦 問題來了 現在 就是1945年之後 你怎麼搞的 民政府在說 你扮什麼新聞證 你是不是在隔離 我們是不是 我們這個不順 我們這個就要去 跳那個台灣海峽 不是啦 我們不是在說這個 今天你扮新聞證 無論你有順 無論你是一半 四分這個 八分這個都沒關係 今天你扮台灣 我們今天去扮這個新聞證 是要把我們 從中華民國的體制 把它切割出來 我們的新聞 要有一個 法定的新聞 因為 中華民國 這是嫁的 所以你上面 沒有新聞 你要有一個 法制上的身份 就是 去辦這個新聞證 這個新聞證 有一個法原依據 有一個條件 就是這種東西 這種叫做條件 法原依據 就是我們剛剛在說 那些 政政法的那些東西 所以 在這個時間點之前 你日本國籍 原來你是日本國籍的 是大人 還是你自己本身 現在有的人 八九十歲 他還有這個 他本來 有這個國籍 但是被剝奪了 或者是被撤銷了 這些人 以及這些人的後台 的爛 叫做 本土台灣人 這個定義是定義 是這樣 不是在那裡發 說我台灣人 我就出事在這裡 喝這些水 吃這些米 我就是台灣人 沒有人 有的人 也是 就算他是 我們說的 過去的說 外星 我們用這個 台比較聽 外星的第三代 他也覺得他是中國人 他都在這裡出事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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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吃米 吃飯 都在這裡 但是他也覺得他是中國人 所以那是一種認同的問題 我們看祖國的建設 過去我們阿公阿嬤 現在是台灣 日本來的時候 辦這種解殘族會紀念 辦解殘族 大政有沒有 大政跟昭和是黃金時期 你就記了 誰要辦這個 因為過去不好的習俗 就要把它改革掉 好的留下來不好的改革掉 所以這可以國家進步的動力 阿現在都要當病 不好的留下來好的都不見了 但為什麼要解殘族 誰才會 誰才會 社會 婦女 所以 女子無財便是 得 有什麼得 沒有啦 沒想到 都沒有得 就是這樣 這個解殘族 其實是對一個女性的一種 解放運動 你要想喔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經濟 是男人的經濟 就是說 男人主外 女人就要主內 我們都 過去我們 受到這個交友 但是日本不是喔 日本的想法是 女性如果能加入社會 生產力 那個經濟是會上來的 是很可怕的 我們看菜市在外面 舊在路邊 你不會知道 不然這樣 它也是有生產力的 它也造成 造就了那個 所謂的經濟GDP 這個也是一份力量 只是我們都忽略掉 我們把女性好像是 可以從社會當中去忽略 我們台灣過去 我們從 189幾年那個時候 外國選到出來 就開始版女子學校了 所以外國的文明 它其實是 男女平權比較 正常的文明 只是中國這一份的東西 比較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 我們過去受到 大清 200多年的 滿畫教育 變成我們要去摸牌 摸牌你有看過嗎 摸牌差不多這麼小 這麼小腳 那腳都扭曲 那是很恐怖的 以前說這樣搖著搖著 讓它漂亮 我也不知道 這漂亮在哪裡 注意看我們以前的車站 車站 這是新北島的車站 這是什麼 上面這個 這叫老虎窗 那是建中一個名字 專業名詞 這都是歐式的 歐式的 歐式的 所以你注意看 如果可以留下來 在台灣 沒有讓中華民國 流氓政策 把它消不掉的 這些建中物 差不多都是歐式的 那日式的 都 都堵掉它 差不多都堵掉它 現在有開始在恢復了 這新車 我們以前有很多新車 連浴山的 新隔山的都有 都堵掉了 這歐式的 現在又還有 大家有印象嗎 那車頭啦 音款啦 都有一個座 上面都有採一仙 那那仙是什麼人 蔣中正嘛 蔣中正嘛 不是蔣就是孫嘛 啊 人家過去是有功勞的 才把它立 立同向 蔣中正來的是 沒有功勞 殺人魔 都把它立到上面去 所以整個價值 就是這樣扭曲掉 以前看的 這要立正的 大家有立正過嗎 有啊 聽到國歌要暫停的 那好像看那個電影 你要按暫停 然後不按暫停 他們那 國民黨的教育 就是要別的教育 因為你看到同學沒有暫停 那人就去找他報老師 他就夾獎 夾獎是什麼 一張穗定的榮譽卡 有啊 擠滿十張換大張的榮譽狀 都用這張的 我小時候我就想說 拿一張紙是要創什麼 有人做要收錢 這種的人都科公不另外 因為他很喜歡這個制度 過去我們有世界博覽會 你想說我們阿公阿嬤的時代 有世界博覽會 你怎麼參加各位世界博覽會 沒有啊 阿公阿嬤的時代有參加過 你看我們差人 差阿公阿嬤的時代的水準多少 有時候我們想說 阿公阿嬤沒帶什麼 人家沒帶什麼 人家參加世界博覽會 人家過去的社會文明 到那個程度 阿我們現在 退步 退七十年喔 這也世界博覽會 你看這建築多新 這種客人 現在都覺得很前衛 對不對 對啊 新的車站 現在又要漏了 那種日式建築的車站 那種日式建築的車站 都燒掉了 怎麼有高雄來的 怎麼有 有齁 公山車頭 以前是差的 對不對 我以前就是 我以前就是 那個 那個 隔腕鋼磚的 我都坐通車都會經過公山車頭 公山車頭 因為要刷新車站 大家就在說 地方的新車就是 我們要把那個保留 因為那個骨雞 沒多久就自己製焚 這樣而已 這種日式日本式的 木構造的建築 差不多都是 這種骨雞都會製焚 很奇怪 就是我們辦會 老公製焚 好 你注意看 我們以前 台灣銀行更 我們自己 我們已經有印錢了 以前有熱套 阿公阿嬤實在有熱套 我們想說我們現在有熱套 我們算很落伍的 你要想說 你現在想一個很差別 你要想說 你們家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有買一張熱套 結果沒中 回去 祖母 收你 就很趣味性 你要想說 過去 你如果散到要有幾個月 你有錢要買熱套 那有可能 不可能 一定的經濟規模跟水準 你才有辦這種 熱套 而且你看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彩票局 哪有彩票局 那時候 還有一種號碼 編號 第一次發行彩票 進步 我們來恢復一下 我們祖國情感的記憶 他剛才是說 祖國的建設跟文明 下面的影片 不是影片 照片幫助大家 恢復一下 祖國的情感記憶 1988年 我覺得 你還叫做龍貓 是日本人做的 有看過牙齊嗎 看看 好 OK 沒看過 也可以喚起你的記憶 因為日本人畫的動畫 竟然會跟我們有關係 來 不是說這隻有關係 這是龍貓 大 中 小 這個人穿什麼衣服 你們有沒有穿過和服 沒有 真的都沒有 有吧 剛剛怎麼說沒有 你忘記了 我把你的記憶找回來 這張是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我穿的 和服 現在還是有 沒錯啦 可是現在不是那種普遍性的 可是我們小時候那是普遍性的 對不對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你看我小時候多苗條多山 現在變得這麼大塊 你看 這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是在現在的紅山 恰山 那個地方 這家床有看過嗎 有 我們以前就是用這種的 對不對 這叫什麼 什麼床 什麼圍 什麼圍 好 撒肉長就用這個 對不對 要煮什麼 沸水 以前 清水不會喝一下嘛 沸水 用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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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改裝 因為過去就不用再歐了 改裝 在這裡有槓下去 抽起來 現在這個有沒有 這個廟列 山上喔 山上這裡還有水喔 有看過這腳嗎 有 菜圖 有 以前沒有 剛才剛才大家都有朋友 所以你如果 我撒肉還是菜吃春 你放不放 放大股 會不會放在那裡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有印象嗎 有齁 有齁 有開始 有感覺到了嗎 祖國的記憶 就是這個東西 這腳是什麼 五斗粿 五斗粿 是現在的說法 以前的鐵都做這樣有沒有 鐵環 或是銅環 有沒有 它這個都是這樣子 這個是卡通 這個是現實 有刮過幫打嗎 有吧 有刮過牙手我看 OK 你看這有祖國的記憶 我小時候就刮幫打 我以前睡這個 通坡 有 有沒有 榻榻 是我阿嬤在睡的 因為 她要睡比較軟 我都睡茶 睡這個 現在在那裡掛幫打 對不對 你怎麼睡 你就戳一塊皮 把皮 天頭 早上放在那裡 早上起來比較不會冷 在旁邊這皮裡面穿什麼 這個是我們過去的習慣 你睡這個 我說好白插在那裡 你知道嗎 你睡這個 有說你問對 你頭對門衝到 頭對什麼會 沿到 腳對哪裡 撞到 有這種東西 有這種觀念嗎 沒有嘛 現在為什麼民層對什麼會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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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這種東西 中國來的文化就是這種 讓你的怕 用恐懼控制你 用文化 用宗教 讓你害怕 因為你沒有科學精神 你沒有辦法做檢驗 我老基督教 我阿嬤落肚的時候 在拔拔拔拔 我們剛剛說 我第一次 大小子 就好 為什麼他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他觀察 重來搖 貼上 多一瓶 多一瓶 更衰 才比較厚 就是這種觀念 是不是 那種又沒有種 下去 那比 怎麼差 沒差 啊 如果說好啦 如果沒錢 就一盤比較紅 就一盤比較不好 啊不然 比較不好的那些歐帳還掉回來 所以這種文化就是 不需要存在的 這個倒退路有看過 限時 卡通 這種車有看過嗎 組裝車嗎 這個人是誰 有看過嗎 你知道他現在變什麼嗎 他現在變成那一台上車 B 那一台 一卡通那一台 為什麼他有這個 因為齁 不是每一個站都有賣售票亭 有一些像這種鄉下的站 只有一個公車牌 所以你上車的時候 他要看你說 你買去第一站 有一張表 對出來說你要 打多少錢的票 對不對 他這個人的用意是怎麼樣 有人說在機避交通 說什麼公車的服務 所以這個現在已經被那個機器取代掉了 所以你要想喔 這個時代一台公車 是有兩個工作職缺喔 過去我們的孩子 瘋了是不是 整張頭都出來找 對不對 那如果露人 有一個小孩叫阿家來好了 在座人家有叫阿家來 抱歉 這只是舉個例 一個阿家 做不到事情 什麼家賓就可以賣嗎 他說什麼人的兒子 愛他家的人就出來 你做什麼就修理給人看 有沒有 好不好 這種 我們說人民之間 還是說社會氛圍 那時候的關係是緊密的 現在呢 是陌生的 隔壁是人 你還不知道 現在是陌生的 現在是沒有那種 共同教養的概念 我們過去就是 共同教養的概念 這台車有沒有看到 叫什麼車 你還沒有 鐵馬 空明車 不像空明車 空明那個是中國的 你不要看過空明掛這個車 天上就是天上 你看到空明點上 在那邊喔 沒有 那空明啦 三國啦 這就是中國外面的 我們這種東西 就要慢慢把它剪掉 改範就是在改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 這叫做主專車 日本時代 有這個過嗎 小時候坐頭前 大小時候坐後面 就是這個 卡通 限職 小時候我就小時候 兩三個時候坐頭前 這就是臉的一種椅子 把它插起來 對不對 大小時候坐後面 有一次我以前住的鳳梨 有一次我那時候小時候三四歲的時候 高雄的第一間麥當勞開 開在高雄五福路大通那裡 第一間 我如果說過鳳梨騎腳踏車 前前載我小妹後面載我 外鳳梨騎到大通那裡 吃一個漢堡 結果漢堡是我小妹吃 我都沒吃 我吃什麼 我如果說準備的一塊胖 我想說為什麼沒吃 後來我知道 偏心 我如果說偏心 他好像疼我妹妹 沒疼我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坐在後面 腳後面被打到 有被打過嗎 有喔 有記憶深刻對不對 對啊 腳後跟被捲到 所以之後我坐車子 橋就會特別開 因為怕被捲到 以前騎腳車都這樣有沒有 你連腳和車就是這樣 連起來 你把那種輔助輪 沒有啦 你連車大人車就是這樣 待會 你坐不中 因為你腳太低 坐不中 待會 有換起你回憶了嗎 祖國的回憶 這是 日本人畫的龍貓的影片耶 不是畫台灣耶 他是畫日本的故事耶 為什麼 記憶一樣 因為我們根本就是同一個國家 同一個國家的人民 同一個國家的文化教養 我們過去就是這樣子 只是這70年來 整個都被改變扭曲掉 美戰 美戰的根據 究極山和平條約的23條 這是23條 這邊有寫 US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這一句 就代表著 美國是這個條約裡面的主要佔領全國 這裡 主要佔領國的 這個是日文的 美戰的單位 這個車牌上面寫的USMG 就是美戰的單位 美戰單位的根據 第4B 這裡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這個USMG 是這個 美戰的相關文件 這是上個禮拜找到的 這裡 他說 他剛才我們學了一句 incorporated 就是合併 叫一個 unicorporated 就是為合併 為合併 為合併領土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就是 Government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是 管理所有為合併領土的單位 就是這樣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有什麼 台灣人 人家的佔領地 不是主權威登記 是主權還沒正常化 不是威登記 還沒正常化 還沒正常化 所以 這台灣人不知道 其中新聞都差不多 一次性的 就不見了 他不會像那種 什麼頂星 什麼瓷季 啊 什麼瓷季啊 什麼石油風暴 一直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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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明天是怎樣 鄧麗君 我們就要對於 辦送室辦一個月 有沒有 明天就辦一個月 如果一個人跳樓 一天跳二十四百 就一直在那裡跳 對不對 我們看明天就是這樣 如果割佛案 就二十四點鐘 就一直在那裡跳 我們這麵體 給我們的東西 是本舍 啊 真的對我們重要的 不管 不想補 不敢補 黑白補 亂補 這樣 美國第七艦隊保護下台灣 是絕對安全的 美國去第七艦隊 為什麼要保護台灣啊 他為什麼不去保護北京 還是去保護南非 為什麼要保護台灣 我們如果不是美軍 都在那裡 這個美國地區艦隊 他來這裡要做什麼 有人說啊 他那個就是 美國國力盛強 所以四處 購物 去哪裡去投 所以坐艦隊去投 你說坐立新郵輪去投 也比較有意思 坐長空母艦去投 中國 中國 他都知道美戰 中國 他在這個 1958年的時候 他有發一個聲明 他說 台澎地區現在仍然被 美國武力 他現在是這麼輕戰 輕戰 他自己的認知 這是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號出生的時候 台灣都還不是他的 所以說領土 他說他繼承了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說他繼承了大清 我現在問題又來了 我問下去 中華民國繼承大清帝國 大家有同意嗎 大家都同意 好 那你繼承大清的領土 財產 他的負債你要不要繼承 他所簽的條約你要不要繼承 要嘛 他說 繼承之後都好的都一繼承 那負面的負債都不可以繼承 不可以得利啊 所以說廢除不平等條約 一直騙人 所以 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 東西都是繼承的啦 所以 你有繼承到的才有嘛 沒有繼承到的就沒有啊 所以大清把 那個台灣 澎湖 歌浪給大日本 他已經沒有這兩塊領土了嘛 啊所以被繼承了也沒有這兩塊啊 不會突然說 欸 啊你隔壁的 也把它繼承過來 喔 繼承不去繼承 出民家廟的東西嘛 那去繼承 你也跟他說 他要繼承出民家廟的東西 百人的東西 他就真的叫做清戰 他就叫清戰 啊所以後面這就是 他們自己在講會話啦 美戰的現象 軍機都可以在這裡 軍機啊 這很戰鬥機啊 請注意看這個新聞 這很趣 我現在 教大家解讀那個媒體的文字 改討 美軍機抵台救病患 你覺得很奇怪 我們這裡的救護車是都 都打電了 美籍婦人早產緊急赴日就醫 啊我們這裡虎山頭是都回來的 所以呢 很趣的是 一個美國籍的婦人人 有心 他要早產 要美國派一支軍機 飛來台灣把他載去日本生 這種新聞你會覺得奇怪嗎 所以我請 我告訴大家 美軍機抵台 這是事實 他就飛下來 那是這時候 敢有後面吃的 我不知道 但是 軍機抵台是很敏感的事情 美體一定要想一些理由 理由啦 更暖的理由 他也要把他 編出來 生出來 把他放出來 再爛的理由他都要長出來 所以 所以編一些 喔對喔 這種理由通常 媒體編的理由 通常喔 他有一個慣性喔 你記住喔 最好用筆給他寫下來 他有一個慣性 他利用台灣人的 同情心 愛心 你只要媒體 只要出現那種字眼 會讓你感動到說 欸對齁 欸很可憐耶 他跟人一樣耶 這種 就是媒體的術語 所以呢 美籍夫人 早慘 欸很可憐耶 早慘耶 他趕快叫 趕快叫啦 這種爛 他就引發我們的同情心 所以你的媒體 出現這種字眼喔 最近那個 洪秀柱不是要選他 中華民國的總統好不好 一個新聞照出來好不好 他的家父 也是 那個 受害者 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有沒有 只有媒體一出來 喔對齁 他跟我們一樣耶 都受到政治迫害耶 這人真的有貓碑 受到政治迫害 他就去 效忠國民黨 你注意看喔 這個還有美國在裡面喔 只要 媒體出現的 美國軍事武力 出現在台灣 他的照片當中 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這不是我在 不是我在隨便唬爛的喔 來 F18 江陸台南基地 美軍佔領啊 日暑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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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說美戰的這個啊 我以前也不相信美戰 這個 資料越多越多 有沒有 拆出來有沒有 這是典型的喔 典型的 那個媒體的那些 你要辨識的 你要去解讀的 那些記號 一定有這個東西 這個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是內部人員 流出來的照片 沒有人會在室內插一支國旗 好 我們看一下影片9 影片9可以 讓我們 從側面去了解 這還牽涉到美軍喔 我們是美軍 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美軍齁 他們內部也是這個 後勤管理體系 也是有一些問題 結果他們錯把喔 四枚 這個叫做義勇斌 洲際彈道飛彈的彈頭 其實義勇斌 是可以裝核彈頭的 彈頭的 他叫錐體 就是飛彈的最前面那個彈 不知道為什麼送到台灣來 對對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本來 我們那時候本來 是跟他們採購的是直升機的裝備 好那也不打緊 你送錯了 就送來 送來之後放在台南的這個 這個行情處 一個基地裡頭 庫房擺進去 擺了多久 一年多 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現送錯了 沒有人發現送錯 我們有彈頭了 對對對 我們有核彈頭的錐體 放了一年多喔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這個2008年的3月喔 美軍自己內部清查他們的庫房 也沒有上報國防部 所以就擺在那邊 擺了一年多 結果美軍在2008年的3月 台灣總統大選後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軍機 降到這個台中清泉鋼機場 半夜喔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事情最扯的地方還在哪裡 美軍的軍包機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國防部是不是應該知道 當然應該知道喔 我們基地的這個聯隊長也沒有通報 雷達什麼都沒有通報 然後我們軍作戰中心在幹嘛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講完 所以這個喔 有去蹊蹺的地方就是在這裡喔 結果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AIT的官員喔 再透過軍中的所謂聯合系統 情報系統喔 因為跟他們很熟 就跟他們說 欸你們庫房裡面有四個東西喔 是運錯的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載回去 就派了這個上面是掛這個外置 這個外置的這個車子喔 就秘密開到台南的基地裡頭 然後就把這四枚彈頭 偷偷運到台中的清泉鋼基地 然後就飛機就飛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這個代表才跟 當時的部長就是 前一位文人部長叫蔡明憲 才口頭跟他報告說 欸我們昨天晚上把這四枚彈頭 帶走了 但是現在已經在太平洋了 他才發現居然有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有的人有看過這個 不看過你就聽我把這個東西解除 第一個就是說 這整個事件啊 它是真實發生的 但是 媒體記者或者是媒體的語言上面 他必須要做一些修飾 他不能直接講開來 他這個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用一些邏輯的概念去解釋 或是理解這件事情 第一就是說 美國的軍機可以直接來 台灣 或是說直接來台南機場 我們剛剛有看到什麼 標示 美國 控制台灣 這些 控制這兩個基調 對不對 不然他怎麼可以做這個動作 第二 我們用他的話語來講 他說沒有人知道 他怎麼會知道 沒有人知道這句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這件事情根本就不會曝光了 為什麼他會知道 一定有一些記者的內線消息 再來 他說 他說 四顆四顆 四顆核彈頭 放在台灣 美國會把四顆核彈頭放在台灣 結果他們自己的庫房不知道 美國連韓國 百韓有幾顆核彈頭 他都知道 他自己的庫房 跑了四顆 他不知道 所以這些就是媒體的術語 他不希望讓你覺得這件事情很嚴重 他不希望讓你覺得這件事情 是有什麼樣的重要大的關係 所以 他必須做一些修飾 所以這種有的話 聽聽的就好了 但是呢 現在我們再來看 美軍為什麼 不是這樣做事情 要他下飛兩機 下機場為什麼 國防部長的不知道 國防部長 不知道有幾種解釋嘛 第一 他真的不知道 如果真的不知道 飛兩機可以留青泉鋼的意思 就是說 整個青泉鋼機場 是美軍控制的 他要下來就下來 上去就上去 他幹嘛報給國防部長知道 第二種是 他知道 但是他也不能說他知道 他就算他知道 他也不能說他知道 因為他是國防部長 他是中華民國的國防部長 你美軍把他抬起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 要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所以 這件事可以看很多東西 再來我們再來看 美國可以 他現在把四妹核彈頭 把他送去北京 他不能去把他落去北京 那可以 不行 不行啊 不是說 美國 北京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不這樣 台灣就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還有台南機場 台南機場 所以這個影片 他說 有去蹊蹊的地方 這就是有去蹊蹊的地方 台灣人不知道 今天我們用這個國際法理 來解釋這個東西 就完全都可以理解 而且完全會通的 台南民政府是真的假的 很多人來都說 不來的你們都說假的 說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我們現在在演講是Live 你可以不要來上課 你可以看Live 我們用Live的跟他們詐騙 你來這裡上課是因為你直接這樣聽 比較清楚了解 因為當時看他們的朋友 比較不容易去理解 因為你在這裡就走不去 對不對 你可以睡去而已 你走不去 但是你這樣聽 你慢慢的 頭部的官僚不會打開了 不然有時候聽朋友說 時間又沒多 要說很多東西 要裝得很細 時間沒多 要裝得很急 你會覺得 你會用片子 不要摸那種東西 不要摸那種 這就是一個案件 這個 我們美國 這個 律師 他來台灣英港 他來台灣英港 以前 其實我來參加民進府的時候 我也很懷疑 這個我們在編集團 因為這個案件就像DNA DNA 你如果用Google把它打下去 都變成駁回 駁回的意思 那時候就說 駁回就沒效益了 民進府嫁了 因為在駁回 結果這個律師來的時候 有人用英文去問 How is different DNA And reject How to compare DNA And reject 他嫁他該說 結果 他說 DNA 不是reject 不是拒絕的意思 DNA 的意思 他說 用一句英文的小記講 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天不是你的日子 就是說今天不太好 很多的因素 條件 文件 環境的關係 頂頂 很多 台灣民進府準備好了 很多東西 沒辦法做一個 菜館 這叫做 革職的意思 這就是 他來 幫我們解釋 是美國人 幫我們解釋 已經不是 秘書長站在這裡 幫我們解釋 啊 他就已經來了 他就這樣解釋 啊 我們還懷疑 那是我們 打開的問題 這個 破關書 在 後面有一本 叫做台灣 最終 地位 那本的第三本 裡面有什麼 這破關書 是網路 我找出來的 我那時候也 跟他說 台灣民進府 有英語很厲害的人 他把這些東西 都衛造出來 都把他打出來 他把我騙了 我要用這種 假設的前提 我要去找這些東西 找這些關鍵字 他真的去找我找到了 這是在美國的這個 書法的網站找到了 所以這個破關書是存在的 這個案件就是存在的 啊 要跟我們騙 騙得這麼辛苦 我如果要跟你騙錢 我還要去去美國 花很多人去去美國 要用這個東西出來跟你騙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是我們辦公室啊 這是那個 我們說基金會的 申請這個文件 很多的新聞 現在也還有電子報 抓的 抓本的這個 抓頂頂 這都有報 你們有看過嗎 沒有 你看 我們報那麼多 我們一直拚四名 還在選團 結果 還是一堆人不知道 甚至看了也不知道啊 也看不懂啊 光是說 台灣仍然屬於日本天皇 台灣主權仍然屬於日本天皇 這一句話人家就 看不懂了 更何況你要相信台灣民政府 所以很多人其實 是物理看話 或者是站在一個 第三者的角度來看 其實根本就無法去了解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去四季酒店開會 照片集團 拍一堆人 花了十幾萬塊 然後去這邊辦一個酒會 吃吃喝喝 然後拍照片出來 騙你什麼東西 有騙到你什麼東西嗎 我們去天皇 去搖旗吶喊 天皇萬歲 這個時候 我們拿著這個民政府的旗子 兩三百隻進去 這是假的嗎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這邊 日暑的關係 因為日暑的關係 我們要去 跟天皇打招呼 要建立一些日本的一些關係 政治關係 政治關係 所以有一些連結性 我們才去跟日本天皇 這個祝壽 是這個關係 如果不是日本天皇 當然不是現在這一位 如果不是日本天皇下了這個招書 台灣民政府根本連存在的基礎都沒有 我們就直接走 聯合國的那個人權 人權的那個 民主 自主 什麼 人民 人民自立 自治那個路線走了 我們就走那個路線了 因為 天皇的那個招呼 我們才有 新的可能性 國際地位正常化 是這個路線 去晉國神社衛林寺 我們想要去參加這個 對不對 你掃墓會掃別人家的墓嗎 不會吧 對不對 親民掃墓 掃墓姐都 隔壁的草子也太多了 不然會稍微掃掃 稍微掃 不可能 一定是我們自己祖先的 那我們祖先的 為什麼要去衛林寂 因為晉國神社裡面 有我們的祖先 三萬九千多名的 仙靈的那個 仙人的那些牌位 設在那裡 是為了紀念他們 我沒有來民進府 我也不知道這段歷史 後來就知道 喔 原來是這樣喔 如果說不好 我們要不好七十年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祖先 為了我們四名 老冬老火 是去四名 保守我們 保衛我們的國家的領土 去犧牲生命 成功特工隊 也有我們本土台灣人 去犧牲生命 結果我們不知道要 給他們致敬一下 直接給他們 給他們 答謝一下 我們不知道 然後 我們從小教育說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是活活活活活活活的好學生 變成這樣啊 對不對 我是小時候 就是這樣認為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然後那個呢 講國語 比那個 人家說外省的小朋友 還不會講 被人家笑 要減舌啊 才是標準的中國人 阿哥哥呢 我一直到了那個 蔣經國過世的那個禮拜 我爸爸才跟我說 二二八事件 我就問我爸爸 阿怎麼學校沒教 學校會教 就有鬼了 因為殺人者 他怎麼可能教你的歷史說 欸我殺了你的阿公阿嬤 不可能寫在歷史裡面 不可能寫在課本裡面 他不可能寫在裡面 但是他要改變這些思想 改你的下一代啊 甚至叫你的下一代 仇恨上一代啊 對不對 你不是日本人 你是中國人 然後我們是中國人 然後我們要痛恨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侵略我們 這個侵略他們的 並不是日本人 是我們 我們正是跟他們作戰的 啊 啊 靖國神社的概念就是 因為我們來 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魏林祭的用意就是這樣 電子媒體有啊 這都是電子媒體啊 然後這個司法官員 來我們這邊演講的時候 到各州去巡視 然後到各州去演講 這都是真實發生的啊 可是台灣人呢 頭腦已經被洗成 中國人那種扭曲思想 看到這個說什麼呢 喔 你看 民政府花錢 辦音樂會 請一個外國胖子來演講 扭曲思想扭曲到 什麼東西 只要是一個正面的 事情 他就會想一個負面的理由 跟事件 來抵消這件事情 不相信 就永遠不會相信啊 他有任何的理由去懷疑 民政府的真實性啊 任何理由 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我們是一群人聚集起來 我們希望喚起台灣人的覺醒 我們朝著 國際地位正常化這條路線 跟目標前進 我們目的是這個啊 我們目的是這個啊 這是那個 美國記者俱樂部 他的一些新聞報導 然後這是我們新的這個 樹狀 樹狀文 我們三月份 夫人帶了一群人 一票人 去 那個 美國那邊開記者會 這是 這個地方 我們控ROC違反國際法 騙你 詐騙集團 搞那麼大幹嘛 我搞不懂啊 詐騙集團應該是 趕快撈到錢 趕快斷尾求生 那我要用那些錢 來享受生活 這樣才合理吧 對不對 然後 詐騙集團搞那麼大 然後還刊登報紙 你越說他是詐騙集團 我越覺得更不合理啊 比說他是正常的還荒謬 這是 美國人啊 這是夫人 如果說 四百年來 第一個奔土台灣人的女性 站在國際的會議廳上面 向全世界 宣布 宣告說 台灣人的國籍被剝奪 我們 是為了 追求人權 的平等 所以我們 去美國 有這個控告 有沒有很偉大 夫人是用 女性的角色 為台灣人發聲 那是剛剛那個律師 日本的啊 日本也有辦啊 日本不是我們自己去辦 也有外國人喔 也有外國人 所以我們台灣人 七十年來 思想錯亂 錯亂到非常嚴重 很多人在七十年來出生 過世 一生活在虛妄 虛幻當中 活在錯誤的價值當中 很可惜啊 很可惜 我們大部分的人 應該都是上一世紀的人吧 對不對 我們都是上世紀的人 啊 我們可以換到這世紀 我們一定要 為到這個土地 改變個什麼嘛 我們是怎麼可以換到這個土地 做這個土地的人 我們不是說 最初 最初 讓我們有這個福分 來換在這裡 在這裡出事 我們怎麼可能做這個地方的人 我們如果是換在一所屁啊 我們的名分是完全不一樣的呢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換在這裡 生為這裡的人 我們敢不應該 為到這個土地 來付出一點點什麼東西 那不是說燃燒自己的生命喔 不是這樣耶 那是稍微付出一點點 我們的時間 幫助我們的人民 對這個 政治嚴格 對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把他們 請求出來 讓我們的國際的地位 要政上發 這是我們 的基本 應該要做的吧 是不是 我們來看這七十年 被刻意消滅的記憶 過去我們一些 你看 大家要知道喔 日本時代我們做的事情 很多東西是很精密 很精密 很精密的喔 你看喔 它這裡有什麼 他說 台秦啦 多數是日據時代喔 日據那就是他們說的 占據嘛 卸據嘛 卸據就沒有條約 但是日本擁有台灣是因為下關條約 趁蓋上面駐柯有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字 字樣 本省就是他們來設的台灣省 省政府 本省現在正積極消滅 有沒有 他就跟你講 做壞事還沒問題 你來看 積極消滅日據時期的遺跡 如橋樑上枝 昭和某年製造 均以改為 中華民國某年製造 趁蓋上面駐 是有銷毀之必要 積極消滅喔 所以很古早以前就是 把我們 已經有這個動機 就是要把我們的記憶 把我們的文化 把我們的文明 完全改變 殖民 殖民叫做 crony crony 就是 人的意思啦 crony 就是 他把他所有的東西 複製在我們這群人身上 就消滅掉了 這裡有寫 你注意看 這不是一個 中華民國就一個 頭部 骨骼的 用這種想法 來 民國前13年 什麼叫做民國前13年 你怎麼知道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有西元前對不對 有西元後 西元還是公元還是紀元 是全世界在紀錄年代的一個 這個年號 就是用 耶穌出生的那一年當作 西元公元一年這樣 之前就是西元前之後 就是西元後 就是西元幾年 那所以就是什麼 BC AD 那個縮碼 縮解碼 那現在他用民國前的意思就是 表示什麼 他用民國當作紀元的概念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就是用這個概念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那個 那個 明治 大政 昭和 平成 對不對 人家是 一個一個接著來的 你注意看 中華民國 17年 17年他在哪裡 17年他在哪裡 他中華民國八年的時候 他在台南還在那裡 注意看 沒有平成錢耶 沒有昭和錢 沒有大政錢 沒有明治錢 人家是有一個 傳統 有一個脈絡 可以追尋上去的 所以 平成 不會說他平成錢 一定是昭和 大政期間 明治期間 他有一個 可以追溯的源頭 所以他 他是繼承的 他是承認 前朝 前面的皇帝 然後慢慢 繼承這些東西 接下來的 這個觀念才是正確的 你如果說錢 不要是頭前 你都否決掉了 但是 中華民國的矛盾就在這裡 你注意看 如果他用民國元年 當作紀元年 那就不是 不是輕了 他就做 民國前250年 不是唐是民國前1300年 黃帝是民國前4600年 舊石器時代是民國前300萬年 所以呢 由此推之 地球是民國前61年 出生的嘛 對不對 他用他的 他講法就是這樣 所以是神經病 因為 他沒有把這個東西 繼承下來 叫你說民國前幾 是什麼 府儀皇帝 還是光緒 還是什麼 他一直推到什麼 康熙乾隆 這樣嘛 對不對 康熙乾隆年間 一台一台這樣下來 他如果說他有繼承 所以他連這種東西 他自己就不成人的 他教我們說要去成人 他這個 用他的觀念 說喔這五千年 他的觀念 就把他倒倒起來 說喔這五千年的歷史 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 但是我不成人 以前的人 那些東西 所以 中國 中國人 他們的概念就是 前朝的東西 只要不符合他的政治利益的 全部清除掉 所以 拆古蹟 都拆誰的 都是拆前朝的 所以 日本時代很多神社 什麼的東西 都拆掉 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符合他的思想的 你看 清朝的東西 就沒聽好嗎 清朝的東西 照你說日本 照他們做法 應該是清朝的成門 聽到沒有一個 存在 所以 遮掩有遮掩的 什麼問題 對不對 那個 台北城 昆町也有 那叫做前朝的東西 日本人 應該要把他拆掉 就是拆不利 造成 餘孽 所以現在 中國民國 把這些東西拿來用 說你 中國民國 這裡 他這裡 就直接拆去清朝 他在日本時代 都沒有跟你說 他說我開始爭 所以你注意給他看 這個時代 民政時期 明朝的政成功 來台灣 他跟我們說什麼 緩清復明嗎 對不對 蔣介石來台灣 他跟我們說什麼 緩攻大陸 不是一樣 明朝的政成功 他在清朝時期 清代時期 還是說清帝國時期 他說他是正統 他要帶領著台灣人 反清復明 中華民國流行政權 他來這裡 蔣介石說他是正統 他要帶領 這些 中國同胞 反攻大陸 不是一樣 歷史已經重演了 但是台灣人 不會從歷史當中 繼續教訓 鄭成功 人 變成 起廟 加拜 對不對 人變成 起廟加拜 我在想 館公 還是媽祖 有這種禮 這個 鄭成功已經 已經變成這樣了 這個 一個前代的 又比較猴美的 仲介紹 人 他說自己是 結果變成 起廟加拜 你有看過嗎 有嗎 那個 我們網頁開一下給大家看 典型的嗎 網頁給他輸入 蔣程 那個蔣公廟 這樣就出來了 這個人變神 起廟再敗 變成自己的信用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就看得到的 蔣公廟 來 看圖片 有沒有 這個啊 這都是大宗自鎮有沒有 大小的 大小的上面還有菜小小的 他那個黨花 變成這個 這新的就有了 要看清大夜市就看得到了 記得進去的時候要立正 這個 好 我們看 好 所以你看這個民國的概念 其實我們當中的頭腦 還是有民國的概念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要把它移除掉 我們要改成西園 有沒有 你說你幾年家的有沒有 幾年家的就是民國 你幾年級 那就是民國 我們把這些東西解除掉 認知錯亂 我們看一下那個影片一 我們要公開 你從未來公視嗎 對 你從未來公視嗎 對 你從未來公視嗎 我在當中的 你公視 你怎麼知道什麼 就跟我們在一起說 對 日本啊 日本人跟我們在一起說 對 你怎麼知道 日本一年我們都在美工工 對 你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你說你知道嗎? 整個在... 朝美鳳公河還不知道 那些年輕人都不知道 你以前住在台南? 對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跟我們經常說這樣? 對 那是我們美鳳公河 最近才出事了 那是日本人 那是日本人 對 那是日本人 那是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來的 一早就來 中國不來 中國不來 那時候 日本要回家 我還知道 那時候是有的 日本要回家 日本要回家 好 阿伯阿 說的東西是正確嗎? 不是在哪裡 美國 美國 那為什麼 那是怎麼 美國 那 年紀比 比較大了嗎? 他說他那時候四歲 日本要跑四歲 現在七十多年了 他說他現在七十四歲了 他有七十四歲以上的 覺得說 不一樣 記憶上不太一樣 你要知道 在日本時代有受過教育的 就是說這個公學校 那時候有公學校 有受過教育的 這個一年還是二年那種 他的記憶就會正確 比較正確 日本人要照一試 其實那個是沒有記憶的 只是感受到 轟炸的那種深刻的經歷而已 他沒有記憶 人的記憶是會騙人的 上個禮拜六的 今天中午你吃什麼 你都忘記了啊 70年前會記得 對不對 我是用邏輯來理解這個東西喔 再來 我們有時候邏輯衝突 我們不知道因為是被洗腦的關係 他說日本要灌耶 日本要洪炸台灣 矛盾率就是這個 這就是矛盾 日本要灌的 日本要洪炸台灣 我們老爸要灌我們家 過年可以跑來我們家放 就是這個東西 日本要跑怎麼在家放 如果白在家放 就被釣開修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 最重要的解讀的觀念就是 中華民國和台灣 這個關係要把它切回 因為我們的感情 都在這裏裡面 白條的 創影文也一直要把我們台灣人 拌去裡面把它拌 拌到死了 還是我們這個東西把它拌掉 你如果一拌開你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體制根本都嫁了 我們今天一直在這裡 在選舉 在運動 抗議 抗政 要拌勉 生家的遊戲 都是在這個體制裡面在玩的 最近是一個最新的董 創先生 人家說菜頭粿 他做了一個 新的自由 在台灣黨 他也要選舉 也是沒有 你也是在這個體制裡面 你就把他定義了 你定義就要照他的遊戲規則 你就是在這個體制裡面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來 我們請一個中國人告訴我們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就告訴大家 到底 我們怎麼樣給 1912年成立的 所謂中華民國的定位 誰都沒有所謂呢 1912年 清朝 告一段落 中華民國成立 大家都承認了 可是到了 38年以後 1949年 中華民國還有沒有 照著世界史的說法 照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 照著我李敖的說法 中華民國沒有了 可是 照著在台灣的 蔣介石 他們這些黨羽的說法 中華民國還存在 只是到了台灣 我給大家展示過 我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呢 就是 蔣介石的一個秘密資料 蔣介石在 1950年 3月13日 有一篇秘密的演講 叫做 《復職的使命與目的》 請注意哦 這是蔣介石的親密字啊 他裡面談到 他說 中華民國 亡國 中華民國 亡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已經滅亡 告訴我們 1950年3月13號 蔣介石的 秘密談話裡面 他承認 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了 可是這個真相 他當然不會告訴 台灣的全體的 這個中國同胞 他說 中華民國還存在 這麼一個幻覺 所以 我告訴大家 一直 延續到今天 有一部分人 不是一部分人 是多數人 全體台灣人幾乎都還相信 中華民國 所以他自己就已經知道滅亡了 但是他就一直騙 他裡面一直騙 但是從外面 他就不敢說 所以從外面 他的命 就變成 像你是台北 但是從來 的人 他就一直騙 中華民國 我還存在 我是總統 你有錢 你有護照 有軍隊 那活在一個虛假的 感覺 像是國家的體制下面 但是真相就是 依據國際法 我們是被軍事佔領 只是美國拖 麥克拉社第一號命令 拖 中國軍隊 來實施這個佔領 那這個軍隊他本身 中國軍隊他本身 因為時空的關係 蔣介石又撤退來 他們這個流亡政府撤退來 導致現在這一個 依據 麥克拉社 軍事的命令的那個 占領的這個組織 然後又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 所以 美國設了台灣關係法 把這個東西變成 治理當局 關爛 關到今天 所以說1950年到今天 也是65年了 這個虛幻的 中華民國 我們已經 感覺65年 活在這裡面65年了 中華民國已經完全都被封殺了 所以呢 這個虛幻的感覺 導致讓我們以為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其實不是 當中華民國等於台灣的時候 他就違反國際法 就是 流亡政府 就地合法 佔領移轉的主權 這都是違反國際法 如果這個東西可以成真的話 不然我們派一個人 我們派一個人 我們南投叫 一百人 流亡去紐約 把紐約變成 台灣的一部分 還是把紐約變成 一個紐約國 叫那個人 獨立 叫紐約人 參加他們的投票 選出紐約共和國 這樣可以嗎 台灣人最愛 這個紐約的問題 就是紐約人的問題 我們都已經受到七十年 這個 中國的文化 教育生鬧 變成中國鬧 結果我們是台灣嘴 我們嘴都說台灣人 甚至有的 第三代 第四代 他們都說他是台灣人 但是他們的觀念 就是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中國也是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留學過一遍 他們去過一遍 北京 去過一遍 上海 在台北上課的時候 他們也說我國我國 他就覺得我自己不一樣 這裡的我們說第二代第三代的人 但是呢 他們還分不清楚 他們自己本身 跟台灣的關係 他們自己本身跟中國那邊的關係 分不清楚 這台灣人也分不清楚 所以我們有產生一些中毒的現象 我們的腦中毒 腦中毒就變成這樣 我們拿這面子 這面子 這面子拿來 政治人物拿來騙台灣人 說這是代表台灣 我們也這樣成人了 去外面 我剛才有說的 你們要記住的那個東西 每天 要讓你們台灣人會感動 每天都會這樣寫 你看 我們那個國際什麼奧運 什麼國際賽事 拿出台灣國旗啊 喔 那個 球迷感動流淚 哎呀 在國外看到 好像看到家鄉 的父老一樣 都用這套的啊 有沒有 去飛車啊 穿這個 三太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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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口子 那個 看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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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牌這個旗子 牌撩摸旗 說看見台灣 這也是啊 那不然是 不然是自己欺騙自己 又拿外國 騙外國人 讓外國人也太騙 來台灣說 你看 愛台灣 都拿這面子的愛台灣 都不知道這個典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穿這個 喔 你看很漂亮有沒有 漂亮不是穿這個漂亮啦 是穿這個藥在漂亮啦 每天都是這樣啊 日本摔腳 拿一個 喔 大家 那個隱迷就起來 喔 砰砰砰砰 你也看摔腳 我們說的政敵 嚴格就是摔腳 摔腳場啦 我請問大家 摔腳是打真的 還打假的 假的 假的 不然你去給他打一下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假的 因為沒打死啦 對不對 你會覺得是假的嘛 但是以前有一個日本摔腳 全日本摔腳的 雙腳選手 叫做 米沙娃 台北上打死 他那是因為 體力透支 或是說年以後 打一個人死去的 不是真的打死的啦 你要看喔 摔腳 這個我去看過 因為最近都有啦 你去買票 我去看 前面第三排 那張票四千五 很刺激喔 摔腳的 今天喔 就有一個正義的 正義一方 一邊就是 尾到天明了解 說邪惡的一方 一般人都會支持正義的一方嘛 就開始打打打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看那摔小選手 你也有看過那個鴨皮嗎 他在打的時候 他都不會動 你不覺得很奇怪 都讓他骨骰他 骨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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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如果支持的那邊 打贏喔 我們會覺得很興奮 好不好 啊 選舉也是這樣啊 怎麼支持力贏 欸 力贏幾一票 喔 幾十票 幾百票 喔 就很幸運 啊 如果去公共國 啊 才會這樣啦 台灣人都不會這樣 台灣人都 都死死溫溫去啊 啊 去選舉頂有沒有 選權之業 什麼 加他去 噴水 有沒有 噴水在那 什麼重鎮那些 都有 都有大頂的嘛 OK 東選 發料都去雞毛皮 有沒有 很爽的啊 但是呢 摔小選手也是這樣 有的 摔小選手跟對方 摔一次 結果 我學了一句 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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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一次 摔一次 覺得 非常興奮 就在這個場合裡面 投入你的情感 投入你的精力 你的時間 好 我請問 摔角選手 無論正義一方贏 或邪惡一方贏 打完之後 回家吃宵夜 是用他們的錢 還用你的錢 我們的嘛 對不對 我們好朋友說 啊我剛才打得很好 我們用自己的錢嘛 我們去看摔角 摔角比賽的時候 是用摔角選手的錢 還是用我們的錢 我說那個交通費啦 我們自己開車坐車嘛 對不對 啊回來吃宵夜 也是我們自己的錢嘛 可是摔角選手 打完的時候 他吃宵夜 他是用誰的錢 我們去觀眾的錢嘛 那今天真的假的 就在這裡啦 我花了4500 你如果真的有受打過 你就知道 真的拳擊選手 打真的齁 有時候一分鐘 一來就打了 就到了 就結束了 我花一個4500 對不對 這個呢 結束了 你覺得 這個門票 你買得下去嗎 買不下去嘛 所以呢 這種表演 他就必須要 把他打得比較久 比較長的 要營造氣氛 要打好錢 要落台子 拿椅子 穿在你面前 你會怕 那種感覺比較好嘛 這就是表演 這就是假的嘛 今天去選機也是這樣啊 選機就是要拚 旁邊 對方 放那個沖天炮 我這邊要放煙火 對方 車庭 10台車 我這邊要50台車 對方 東東菜的 我這邊 要那個電子發燈的 就是這樣拚 照四位 舞台越 聲光效果越好 人越多 廣場要租越大的 要募款餐會 以前阿扁 我有一個爬 很支持 買募款餐券 給我去吃 我跟我朋友 以前都很支持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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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個棒球 體育場 現在 很大 它很大 它很大 這差不多 有兩百多 我的意思呢 視野很小 像孫總統 開兩百多 要找死人 我們整個 整個 議員 理會 自己有辦法開到兩百多 結果呢 不是 我們看到那些 兩百多 是 土地区 他那個 選舉中的 餐會 有八個 八個 土地区 做出來 給 不知道幾千多的人 吃 我去看 很大 所以選舉 正在兩天 他就是在 比這種 比賽這種東西 我們就是參加這個比賽 藍玉 惡鬥 鬥完 協商完之後 他們吃宵夜 拿誰的錢 人民的錢 我們去投票 交通費是誰的錢 我們的錢 投完票 我們去吃個早餐 誰的錢 我們的錢 不是跟比賽一樣嗎 政治煉獄的過程 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活在政治煉獄當中 我們所有的動作 似乎 無法改變我們台灣的現狀 我們現在這個結構 就是中國人 流亡難民 在上層統治著我們 壓榨剝削著我們 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結構 阿扁上去 李登輝上去 都沒有辦法改變了 要改變什麼 所以剛剛說 綠頭男生 英文都綠頭男生 你藍頭男生嘛 剛才吃辣 所以沒效 你在體制內 就是這樣子空轉 這也是 演唱會 這種感動人的地方 都會有這種 感動人的棋子出現 因為台灣人很 台灣人的情感是很豐富的 所以有人說要來台灣 最美的是什麼 是人 人情味 人情味 中毒的原因就是媒體跟教育 你注意看這個 民調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你如果接著電話人 你問說 你知不支持 你剛好第三個選項沒有 你只有支持跟不支持 所以支持的 到達了65.8% 結果呢 第二個問題呢 加深你的中毒印象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有無改變國號 建立新的國家的必要性 喔 沒有必要 這個在維持現狀 74.6% 多數人的認知 就是這樣子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我們朋友也跟我說 你會找個頭路 好好的吃頭路 賺錢 養母子 剛才七頭消費 我這樣想我就好了 你無罪中華會 我是人 我跟他說 我是人 我們如果不能為台灣 付出一些什麼東西 我 出生來當人幹嘛 人就是能夠有 有行動力 可以改變社會嘛 那如果你 你不 不這樣做 你只是吃飽 撐著 吃飽睡 睡飽吃 那跟某些動物不是一樣嗎 我們看一下影片三之一 我們看一下影片三之一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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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关掉 那杯水还没来之前 我们所有的长辈上一辈都看过 这一个箭头 事实的真相是朝哪里 左边 对不对 那 那时候比较年长稍微有读过书的 就是看过真相的 那后来被洗脑过 但是稍微长大一点点的 就是看到一半的 那我们都是看到后面的 今天我们看所有的事情 就是透过那一杯水 透过中华民国的媒体跟教育 看所有事情 都是扭曲 都是相反的啦 所以 你藉由国际法理 你就可以解读 喔 原来那杯水 只要你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 你就知道 你看到的真相 你有办法把它反过来看 所以我希望今天 带给大家的课程 能够帮助大家 在头脑的思辨上面 能够多一些概念 多一些工具 去辨读 辨识 解读 我们现在台湾的大环境 我们媒体的报导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觉醒 也希望大家回到家里 多花一些时间了解这些东西 帮助我们亲朋好友 赶快觉醒起来 谢谢各位